先送火 氣勢果然就是相當的強大 洪鎮這一次 但是這個角色非常非常的特別 大家看到他三觀很端正 但這次他演出的角色有非常多情節 是跟大家真實生活當中想像出的羅洪鎮 我很有錢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一個角色 你講完這句話 旁邊的杜愛莎小姐非常的不能夠 就是一下子就只在討論的 就是夜晚很忙碌的一個男人 每天有不一樣的停車的地方 停車嗎 是說大概是戲裡面的 身為一個有錢人 車應該很多台 比較近距離的聊一下 就有一個案子進來 我會講太誇張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這次演的是虎晶 所以基本上虎晶是不停機的 沒有在停的 對 一整年就是一直在停的 就是他都可以 隨時的準備好可以進入戰鬥姿勢項 我們不好意思問你本人怎麼樣 但是就是你講得出來 就已經讓我們充滿了想像 但記者很想知道 就是本人與虎晶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我本人跟虎晶唯一相似的地方 大概就是大 喔 大然後 我是說身材 我們沒有 你不用解釋 他們自己會下標題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虎晶算是在海洋界裡面 算是比較大的 那我覺得我自己 我自己 186 186 在亞洲人的體型裡面 也算是大的 然後我覺得如果今天 沒有辦法在一個男人身上 找到一個讓我覺得 可以積賞 可以欣賞的地方 我覺得 光是肉食男 或是高 帥 大 嗯 然後吸引不了一個世界成功的地方 哈哈哈哈 中角有感受到他的大了嗎 哈哈哈哈 寬宏 大 各方面的大 哪方面的大 個性我看蠻大氣的啦 就可以吧 嗯嗯嗯 大氣的 就講事實就好啦 對啊 大氣 身材很高啦 對 所以在外形上 其實是蠻針對的 我覺得還蠻針對的 OK 不好意思 等一下沒有意見嗎 我沒有意見啊 哈哈哈 好 希望之後合作還可以再 繼續看到他其他的 大的部分 我也希望 哈哈